他也有大数据 知道他的对手 给我谈判的 这个只是一个挂名律师而已 他不会告进去的 故意给你压低 保险公司占了很大的优势 他因为就掌握最大的数据库 谈判 调解和诉讼 对于受害者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抉择 对于那些面临这些选择的受害者来说 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 作为律师 他们如何协助受害者理解 每个选项的优点和限制 并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策 今日 经验丰富的邓宏律师 将分享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见解 我们将深入探讨 谈判 调解和诉讼的优点和限制 并揭示每个选项可能产生的后果 为受害者提供实质的指引 使他们能够清楚地了解 自己的权益和选择 做出明智而有根据的决策 你有问题 我们有答案 欢迎来到天下综合谈之 有问必答 车祸人体伤害的案件 调解跟解决的途径 我们之前讨论过了 今天我们要进一步 深入这个主题 而且要为涉害者们 提供更多的宝贵经验 还有建议 不过因为影响案件的结果 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也关乎着 所谓受害者的权益 还有未来 一起让邓律师来为我们 拆迷解题了解其中的答案 邓律师您好 夏琳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之前已经了解到了 在车祸人体伤害案件当中 调解还有解决的途径 不过这些途径是否存在着 某一些关联性 或者是互相影响的呢 就像商业谈判 任何一个谈判 谈判是要像筹码 筹码的话一方面是法律的依据 另外一方面是证据 很重要 所以的话作为一个律师 你要知道对方的话 你的对手往往第一步的话 是保险公司里边的 这个理赔人员 理赔人员它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 它就是这个 property damage 好像你的秋车费 你这个车子的话 它说到我指定里边去修车 你本来是Mercedes-benz 它用了这个另外替代的这个零件 所以对消费者来说 我这个元件是被你的投保人 所撞到的 我当然希望的话 能够恢复原状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律师就要替你来跟对方来谈判 我要的是元件 你给的这种的话 是赤品是不对的 这个部分的话 那时候就要开始谈判 根据法规 它并没有要求你配全新的 但是问题是因为对方的错 而造成你的损失 这个部分的话 它理应给你一个 Fair Market Value 就是合理的市场 尤其是这个车子被偷偷掉 有保养公司说 这个车子报废掉了 我给你两万块钱 但是你买的时候就四万块钱了 你现在突然间只有两万块钱 那你就要距离力争 你要看看 你到这个车行里边 网站里边去看看 按照你这个里程 这个车子值多少钱 所以律师就会帮你做这些 来跟对方谈判 不应该是两万 应该是两万五 这种的话就是谈判 另外一方面最重要一点 谈判的话 你要知道 对方现在大数据 保险公司 他也知道的话 有很多时候 你自己没有处理过 他有大数据 他知道的话 以前三年以前 你已经受伤过 他会马上说 你的受伤跟我没有关系 以前那次车祸的时候 你是受伤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也有大数据 知道这些律师里边的话 而知道他的对手 就管是律师 他也知道的话 给我谈判的 这个只是一个挂名律师而已 真正的话 他的百分之一百的案件 他不会告进去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给你lowbo 给故意给你压低 因为他知道 这个律师事务所 不会告进去 不敢告的 所以对他来说 保险公司 占了很大的优势 他因为有掌握 最大的数据库 所以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你要打仗 你最好的话 是请了最好的雇佣兵 来帮你来打 知此知彼 百战才能百姓 就像刚才邓律师所提到的 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 你又不是身经百战的人 怎么能够跟保险公司来做匹配呢 可是如果是律师的话 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律师每一天都在经历 跟保险公司 所谓的对仗当中 不过其实所谓不管是调解或是诉讼 时间的因素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跟我们重新解释一下 到底如果今天受到了人体伤害的时候 时间对于受害者来说是如何的关键 时间有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的话就是说 你要追究责任 最重要一点 我们刚才讲的 你受伤可能很严重 但是问题是 对方没有保险 或者是对方拒绝责任 你该怎么办 以后这种情形的话就是说 首先我们自己要知道 如果是要找政府的责任 你半年之内就要提出 半年之内提出了 政府拒绝了 你才能到法院里面去告 你不能够一下子就告政府 你必须要六个月之后之内提出来 我要告要理赔 好像这种情形 好像警察将一个华人打死了 以后我们必须在六个月之内来向政府机构理赔 他拒绝了 我们才能到法院里面去告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所有的其他之类的案件要两年之内要提告 两年之内你不提告 那你有权利 但是的话对不起 保险公司可以不理你 为什么 你已经没办法告了 所以你自动放肆地自己输送了权利 很重要一点的话 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当然的话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真的受伤了 不要逞强 不要拖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一个月以后才去看 保险公司会拿住这个时间点 他说你是真的有受伤吗 你是不是找了律师之后才去看医生的呢 所以很重要一点 如果你真的有受伤 赶紧去看医生 用家庭科医生也好 或者是律师有时候推荐的这些 用风险代理的医生也好 这些东西都可以做 但是的话千万不要耽误你自己的治病的时间 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觉得 我现在不知道对方是对还是错 我要等两个星期才能拿到警察报告 等我拿到报告了 对方是错了 我才去看医生 那往往的话就耽误了时间了 其实这个不管对跟错 先用自己的保险公司先看病 因为真的是有受伤的话 这个时间的话不要拖延 我们常常说 因小失大 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吧 不要因为省了一点点 自己以为省了荷包里面的钱 反而去损失到之后对于自身的利益哦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深入讨论的所谓人体伤害案件的调解 还有解决途径 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调解途径呢 时间点还有跟你的对手来做比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找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非常感谢您今天收看 我们天下动魂谈之有问必答 欢迎您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微信公众号 或是脸书以及小红书上面留言 让我们一同探索各个生活面向 提升生活品质以及智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有问题我们有答案 欢迎来到天下动魂谈之有问必答 从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到社会热点话题 我们邀请各行各业的资讯嘉宾 和你一起以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讨论 你有问题我们为你解答